好 美国的今天将要公布的是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这个指数呢 常被拿来衡量 商业活动是否成长或下降 另外呢 就是沃尔玛加德堡 两大零售业者稍早也公布了财报 都对未来展望表达了忧虑 美元指数持续强劲 原物料的部分呢 也难得走扬了 今天我们很开心 持续邀请到了 芝加哥商业教育所的讲师王文明 老师晚安 老师 美股稍早开盘啊 今天呢 看起来四大指数也是走低的 今天开盘重点 刚好把时间交给你 我想这个财报周啊 总是会有引起啊 很多这个市场的惊讶啊 那今天整个市场呈现比较弱势 今天市场其实是蛮特别的一天啊 因为美元走强啊 一般而言原物料会下跌 可是今天啊 这原物料全面上涨 这个完全跟联准会想要预期的效果 完全颠倒过来啊 今天大家可以看一下 目前美元指数在104附近啊 算是相对强劲 也导致欧元 欧股 欧债啊 同步下跌 而美国债券也是同步下跌 所以大家对预期的未来升息的脚步 还是不会停歇 所以对债券的需求越来越低 所以也就同步在抛售债券当中 可是呢 在这个前提之下 理论上原物料应该是同步下跌 可是今天不管是原物料也好 是金属也好 还是能源类也好 几乎是全面上涨啊 包含黄豆鱼米小麦 今天大概涨幅在0.5个百分点 到1个百分点之间 而黄金 白金 白银呢 因为因为这个低阶的买盘进驻 今天白金跟白银大概涨了2个百分点 那么石油今天也涨在 一桶在78块钱附近 唯有天然气下跌 所以整体对于调控物价 这件事情上头 这个连准备可能还在花点心思 目前看起来效果并不是非常明显 那因为如此啊 目前整个美国的指数啊 呈现比较收黑的状态啊 包含道琼也好 这个NASDAQ S&P 目前都是开盘走的 这个有点疲惫啊 疲软不堪 那里面相关类股里头 相对比较强势的啊 是升级类股 像是江森江森 目前都还可以维持在平盘以上 那科技类股啊 几乎全面下跌啊 大概目前看起来只有Meta 就是FB的母公司 还在平盘以上 其他像微软 Adobe Apple 全部都在平盘以下 大概跌幅在1个百分点 之间 那么标股方面 今天有一档叫AMCX 它是做这个Cable 也就是说有限的网路 这家公司啊 目前涨不在30个百分点上下 所以目前整体而言啊 目前啊 这个啊 有了生产制造业 对物价的一个反应 那也刺激啊 连续未来可能的升级的脚步 那对市场而言 就形成一个比较 看空的一个因素啊 我想投资朋友要留意 今天晚上 美股的变化 对美股对台股明年可能会产生那些影响 那以上的美股的分析 我们先把时间交换彭联主播 好回过头来 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现啊 今天台股开盘走势震荡 电子金融族群大多是比较脾弱的 好在资金青睐 航运类股 中场上涨了11点 收在了15563点 老师尽管这几天呢 美股要嘛就是收黑 要嘛就是休市啊 不过呢好像对于台股来说没有造成太大的冲击 是不是因为有内资在持续护盘呢 对啊其实今天应该算是动作比较大的一天啊 因为其实今天成交量算大 今天2217亿相对前几天而言是比较放大 但是在同一时间呢 这个信贷币汇率还是呈现贬值的状态 今天大概是在30.4附近啊 也就是说外资陆陆续续 根据美国市场的一个讯息啊 从台积电连电陆陆续续有些资金撤出 我们看到最近台积电卖压是比较沉重的啊 那金融类股卖压还是蛮沉重 所以整体而言啊 这个外资撤走的这个动作算是比较剧烈的 但是呢内资接盘的速度也算是蛮快的啊 今天这个不管怎么丢啊 台股都有人办法捡啊 所以一直把想尽办法 把这个指数维持在平盘以上 连着两天啊 虽然昨天美股休市啊 但是上周五 毕竟美股还是开也是收跌的啊 但是呃台湾的法人机构啊 还是蛮有信心的啊 持续去呃关注我们的航运类股 今天整个电子族群算是看法比较分歧啊 台积电呃连着两天已经开低走高啊 都是这种走势 那金融类股更是疲弱不堪啊 今天金融类股尤其玉三金呢 大概跌了将近五个百分点 算是蛮意外的啊 因为这个从2008金融海啸以来 玉三金从来没有交过这么差的成绩 所以也让外资还有国内本土法人同步撤走 那钱撤走怎么办呢 而国外资金呢 就直接从金控呃 呃移走了 而国内资金可能从金控 撤走之后呢 又去互盘台积电啊 所以这个每一个人买卖之后的结果 效果不太相同 那么行业内股今天算是有比较有称啊 今天包含长荣跟杨明 涨不在三个百分到五个百分上下啊 所以算是撑住大盘的要角啊 是这两党啊 长荣跟杨明 那相对比较更强势的呢 就是三四十三创意啊 创意这个IC设计啊 是隶属于台积电集团底下 今天啊 创下历史新高 挺进千元俱乐部啊 从这个去年11月以来到目前啊 那从350块钱 现在涨到1100块钱附近了 将近三倍的涨幅 所以非常的厉害啊 不过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IC设计啊 跟台积电有点点两样情啊 一个一直涨 一个呢 不复称臣啊 台积电反而不复称臣 所以这些硬体厂商的确不容易生存啊 因为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预 但是IC设计呢 现在有比较好的溢价能力啊 反而就反映在 这个3443创意这个股价上头 也是值得投资本去关注啊 那另外相对强势 还是电机跟汽车族群啊 我想这个产业 未来能见度还是相当高 无论国外品牌厂如何 浮浮称臣啊 我想这些零组件厂商 未来还是主要的这个供应商 包含1503的试电 还有1519的华晨 华晨今天甚至亮灯涨停啊 那么玉龙呢 也重新回到80块钱一股 所以也是算是非常有撑的啊 那么相对弱势的就是观光了啊 观光像航运的这个华航也好 长榮航也好 今天一起回跌啊 那之前的很多观光饭店族群啊 今天也都同步回落 那另外相对比较走弱 还有资讯厂商 资讯厂商像2453的灵群 还有247的智通啊 之前实在涨太快了啊 一个月之内 因为OpenAI这个AI的题材啊 一下子标太凶啊 先稍微休息一下 算是盘面看得出来一片片绿的啊 这个跌幅比较明显的一个族群啊 那我们各股观察名单里头啊 包含4721的美区嘛 今天小跌 那么6509的聚合 今天再涨2.54个百分点 已经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啊 那么2327的国聚再跌一个百分点 1513的中芯店 今天再涨4.3个百分点 再创历史新高 1707的葡萄王今天也涨1个百分点啊 所以整体记下来是不错 所以我们就持续观察当中 那么想今天美股波动应该会很大啊 投资朋友在夜盘如果有机会的话 持续要做一些避险 一些调控啊 不要让自己财务上有太大的损失 那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那以上是台股的分析 我们把时间交款彭内主播 大贼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静好新闻 敬善敬美 敬善敬美